王晶请她出山,一部戏捧红舒奇 玩多人运动,插足他人婚姻 但终究活成了男人心中的女神 听一个故事,品一段人生 大家好,这里是洞见人物 今天带你走进人间水蜜桃,李立真 1996年,王晶以400万片仇利妖 已经收手的李立真出山 与舒奇一起拍摄古装三级片《玉普段2》 这是李立真最后一部三级片 同时也让舒奇一战成名 此后,舒奇不止一次表示 是自己青春时年少无知 很后悔拍了那些电影 最终费记心思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而李立真则比较坦然 她认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各有各的活法,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舒奇跟我不同 她出道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好久 她那么努力是应该的 但我从不后悔做出的选择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凭借起部三级片《红》的几十年 却从不在乎顶着不好的标签 面对采访时更是直言不会到拍三级片 公司事先和我沟通过 没有受到任何强迫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要知道早期出道的李立真 可走的是玉女路线 与后来性感游物的风格 简直天差地别 那么李立真究竟是如何成为 风月翘家人呢 其实李立真最初的目标 并不是想做明星的 而是想成为一名空姐 1966年 李立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出生 她从小个头就比较小 皮肤有黑 脸上肉肉的 五官也不够精致 念书的时候 李立真一直顶着一头短发 看着却比较男孩子气 身边少有追求者 李立真很羡慕那些身材高挑 美艳动人的空姐 觉得如果自己当上空姐 也能变得和他们一样美丽 曼妙 对李立真来说 若是真能当上空姐 做梦都会被笑醒 当明星什么的 是她从来没想过的 或者说是想 也不该想的 可是人生就是处处充满了惊喜 你不敢想不代表 机会不会来 1980年某天下午 14岁的李立真 正在和朋友逛街 突然被一个男人拦住了 男人递上一张名片 介绍道 靓女你好 我是一名星探 想请你拍个广告 这让李立真受宠若惊 一度怀疑 那人是骗子 因为自小以来 很少有人夸自己漂亮 更没想过 可以拍广告 做明星 带着几分犹豫 还有几分期望 李立真接下了名片 答应去试一试 就这样 李立真莫名其妙地 进了娱乐圈 稀里糊涂地 拍了两年广告 由于李立真镜头感十足 再加上正值斗寇年华 清纯 有活力 引起了导演麦当雄 和黄百明的注意 1983年 麦当雄正在拍摄电影 忘不了的爱 剧中女主角 温碧霞的妹妹角色 一直没能定下 合适的人选 当她看到广告中 青春无暇的李立真时 认为她很适合这个角色 随即邀请她出演 拍电影比拍广告赚钱多 能提高知名度 又能见到大牌明星 何乐而不为呢 李立真当下 就同意了麦当的邀约 不得不说 李立真的运气真的很好 才刚和麦当合作不久 很快又得到了黄百明的赏识 也是在1983年 黄百明向李立真抛出橄榄枝 邀请她出演开心鬼 开心鬼播出之后 李立真开始被观众熟知 成功踢开演艺圈大门 之后趁着热度 陆续出演了开心鬼系列电影 迅速走红 李立真清纯学生妹 形象深入人心 一度被称为学生恋人 清纯玉女 事业春风得意 这时爱情也悄然袭来 哪个少女不怀春 尤其是没怎么经历过情势的少女 懵懂憧憬之时 她遇到了温柔帅气的百德烈 给大家捋一捋 百德烈是迪波拉的弟弟 迪波拉是谢霆锋的母亲 百德烈是谢霆锋的舅舅 这就意味着 如果李立真当初和百德烈 能修成正果 那么如今她就是谢霆锋的舅妈了 初恋的滋味是美好而热辣的 和很多情侣一样 热恋之时 她们爱得炙热 投入的彻底 恨不得时时刻刻粘在一起 当然 偶尔也会因为一些事情争执 吵闹 一次激烈争吵过后 李立真有些厌倦了 怀念起了单身的日子 提出了分手 让双方冷静一下 这一冷静 便让其他男人有了可乘之机 也让李立真经历了不同的男人 1984年底 18岁的林立和18岁的李立真 合作了电影《疯狂游戏》 两人因戏生情坠入爱河 林立是香港小虎队的成员 不过他们这个香港小虎队却没有无其龙的台湾小虎队发展得好 后来香港小虎队因为发展不理想 解散了 事业不顺利 让李立闷闷不乐了好久 还好在艰难的时刻 李立真的出现让她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幸福 李立真刚开始和李立在一起时 二人如交似妻 非常甜蜜 时间一久 热情退去 再加上正值李立真事业上升期 她忙着拍电影 两人感情就慢慢淡了 几个月后 李立真的初恋百德烈回来找她复合 李立真不顾林立的挽留 提出了分手 又回到了博德烈的怀抱 遭受爱情 事业双打击的林立差点想不开 做了傻事 还好在亲朋好友的开解下走了出来 时而复得的博德烈也没能得意太久 因为李立真转头又勾搭上了一个有父之父 1986年 李立真在拍摄《恋爱季节》时再次因戏生情 只不过这次生情是升到了剧组导演兼编剧潘元娘身上 潘岛对20岁的李立真倾心不已 拍戏时对她尤为照顾 体贴入微 又会拍电影 又有才华 又会照顾人 李立真根本招架不住 两人在剧组眉来眼去 私下还经常出去优惠 天雷地火传得沸沸扬扬 李立真明知道潘元娘是有家事的人 而自己才和初恋百德烈富和没多久 却丝毫不避讳 玩起了脚踏两只船的恋爱游戏 潘元娘这边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爱到难舍难分 为了李立真 她甘愿背上陈氏美帝骂名 和妻子离婚 她要娶李立真 可惜潘倒是算了 李立真并没有在她离婚后嫁给她 想想也知道 一个刚20岁的心计小花 星途无限怎么可能会这么早结婚嫁人呢 结果李立真没有选择回到初恋百德烈身边 在和潘元娘纠缠了一段时间后 也离开了她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尽管李立真离开了潘元娘 可她一直对人家念念不忘 并且凭着这份执念在多年后 和李立真再续前缘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或许是李立真喜欢被人照顾 和被人追捧的感觉 又或许是心性未定 她每段感情都不会维持太长时间 但又不会空窗太久 堪称无缝衔接 这边刚抛弃的两个男人 另一边又陷入了一段新感情 1986年底 29岁的漫画家齐文杰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李立真的世界里 漫画家鬼点子很多 经常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又懂浪漫 总能把李立真哄得很开心 更重要的是 齐文杰的家人也很喜欢李立真 对她特别照顾 家庭的爱情生活 让李立真感到很温暖 本以为齐文杰能靠着家庭的力量 让李立真安定下来 没想到交往不到一年时间 李立真突然以性格不合 向齐文杰提出了分手 与齐文杰分手几个月后 李立真总算迎来了 生命中第一次太多时间 比较长的恋爱 1988年 李立真和钱佳乐音 一同出演电影 《讲师叔叔结缘》 擦出了爱的火花 钱佳乐当时是当红小生 经常和英书搭档 钱力很大 青春小妹 加上武打小生的组合 颇有意思 还被外界赞为金童玉女 这一次 李立真和钱佳乐正正经经地 谈起了恋爱 没有朝三暮四 没有脚踏即直传 可不知为何 这段被外界看好的神仙组合 在两年后就分到扬镳了 两年时间 对李立真来说 已经够长了 要知道 她以往的恋情 谈了最久的不过一年时间 1990年 24岁的李立真 再度恢复了单身 她突然感觉有些倦怠 不仅是为爱情倦怠 更是对事业倦怠 出道以来 感情生活一团糟 并且事业也遭遇了瓶颈期 有时候某些形象 太深入人心 也未必是件好事 演员最怕的就是定型 因为只要被定型 找你拍摄的 都是同类型电影 很难再有突破 刚开始 李立真的玉女形象 还算受欢迎 可随着玉女行列的壮大 千篇一律的风格太多 渐渐感觉力不从心 这些年来 纵观李立真出演过的角色 几乎都是学生妹 或者青春少女 已经让观众审美疲劳了 再难激起水花 专心拍了两年电影之后 依旧没能再现辉煌的李立真 离开了原来的东家 就在事业停滞不前 内心空虚之时 她曾交往过的男人 潘元良很恰当地出现了 潘元良之前 和李立真分手的时候 就愤愤不平 念念不忘 带着这份执念 她再度出现在李立真身边 发起公事 黄于事业许久 没谈恋爱的李立真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吃起了回头草 两人缠绵翡翠 好生快活 然而热情再次消散 聚少离多 面临的只有再次分手 1992年 李立娟与TVB签约 卯足干劲搞事业 TVB带李立真不薄 给她的第一部资源 就是大时代 她的剧中饰演美丽 善良 却下场悲惨的方针 赚足了观众眼泪 随着大时代的播出 李立真与蓝结英 周慧敏 郭爱明 杨玲被称为大时代舞美 引发了一阵热潮 这一年 急于转型的李立真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出演三集片 说干就干 她先后接拍了《爱的精灵》 和《蜜桃成熟》时 两部三集片 在拍摄现场 李立真爆发出了惊人的表现力 不用清场 不怕尴尬 亲力亲为 浑然天成 1993年 李立真在电影 还未正式上映之前 拍摄了一组性感的大尺度血针 她打算先用血针 给观众打个预防针 免得到时候 电影播出形象颠覆太大 怕大家接受不了 1993年4月和10月 《爱的精灵》 和《蜜桃成熟》时 先后上映 引发了剧烈的反响 其中 蜜桃成熟时票房甚佳 影响广泛 李立真一战成名 转足了眼球 成为无数宅男心中的妙森女神 就连影片中的男主角梁思浩 都入戏太深不能自拔 甚至公开求爱李立真 从此之后 李立真成为新一代宅男女神 与叶玉清 翁红 邱淑珍等人 平分秋色 她的青春学生妹 形象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风月翘家人妹而不俗 至此 昔日玉女成功转型为 二级片女神 彻底走红 亦飞冲天 看到反响不错 李立真借着热度成胜追击 又接拍了不扭扣女孩 一时之间锋芒毕露 风光无限 拍三级片虽然名声大噪 但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 毕竟精神负担和舆论压力太大了 由于有不少女性靠剑走偏锋出名后 就又转型回去的成功案例 所以 在公司的建议下 李立真决定收手不再拍二级片 她以青春形象尝试涉及唱歌领域 希望能在影视歌界双开花 可惜 李立真没有唱歌天分 也没有什么个人特色 听众们都不太买账 也许相比音乐 大家更想看她干老本行演电影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就像在后宫斗争一样 李立真深感力不从心 她开始有了安定下来的想法 萌生了隐退之意 恰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出现了 1996年的某个午后 李立真开着爱车出门 没想到遭遇意外 车子被刮花 她下车和刮了她车子的那个男人理论 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肇事者和自己是邻居 就住在楼上 男人说自己叫许愿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希望这位美丽的小姐不要生气 这许愿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 可认错态度还算诚恳 为人也比较实在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往后许愿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楼下跑 给李立真当苦力 送好吃的 两颗寂寞的心越来越近 碰撞到了一起 由于许愿长得实在太苛诚了 因此 每当两人一起出行时 总是被人调侃为美女与野兽组合 此时已经三十而立的李立真 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经历了太多 她只知道自己想要一个可靠的男人 她需要安定下来 消失几个月之后 李立真和许愿迅速闪婚 对媒体说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不过王晶导演可不想李立真 就这么快做贤妻良母 那段时间 王导拍二级片正拍的起劲 准备捧书奇 想叫李立真这个前辈代代她 1996年 王晶不惜砸下四百万片酬 请求李立真出山 几经权衡之后 李立真决定答应王晶的邀约 拍摄了自己最后一部 二级片《与蒲团之玉女心经》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李立真把重心转移到家庭 虽然偶尔还会拍拍电影 但不会再拍二级片 做家庭主妇的日子里 李立真清醒了下来 不用再那么忙碌 可有时候静下来又觉得太闲了 1998年前后 刚生完孩子没多久 闲来无事的李立真 接演了文艺片《千言万语》 无心插溜溜成音 她凭借影片成功斩获了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实现了家庭 事业双丰收 很可惜 这份圆满的幸福生活 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2000年 李立真和丈夫宣布离婚 结束了这段四年的婚姻 孩子判给了她 李立真也重回娱乐圈发展 不知是成熟的 女人别有一番风味 还是李立真本来就自带桃花体质 离婚后她身边的桃花 也从未见断过 有富商 有银行公子哥 有电影公司老板 还有歌手和乐队主唱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她的歌手吴清风 以及乐队主唱了 有灰的狗血爱情 方间传闻 吴清风搭上李立真 轰轰烈烈 很疯狂 奈何这吴清风是个情场浪子 整日流连万花丛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李立真又偏偏还好这口 弄到最后自己遍体鳞伤 什么也没捞着 反而身心双失 据说 当时李立真想不开要轻生 写下多封遗书 还好自杀未遂 除了吴清风之外 太极乐队主唱雷友辉和李立真的情史 也激起了不小水花 两人相识之时 雷友辉是有正牌女友的 但她还是忍不住 被李立真迷的神魂颠倒 雷友辉瞬间 把自己的正牌女友抛之脑后 使出浑身解数 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行 讨好女神 孤男寡女 躁动不已 一来二去就这么好上了 雷友辉抛弃了自己的正牌女友 光明正大的 与李立真边弹琴边弹琴 不得不说 李立真男友的类型 真是应有尽有 演员 导演 漫画家 打星 不伤 歌手都不带重样的 殊不知一场魔性 而狗血的剧情即将上演 在雷友辉的介绍下 李立真认识了张学友 刘德华的御用发型师马桂灿 爱美知心人皆有之 李立真看到马桂灿的手艺不错 就经常跑去找他做头发 还和他的太太李静婷成为了好闺蜜 2003年 雷友辉和李立真分手 伤心不已的李立真 跑去找闺蜜李静婷哭诉 随后还借疗伤为友 顺势住进了闺蜜家 把白天做头发 变成了晚上做头发 2004年 李静婷向媒体爆料 李立真介入自己的婚姻 三人甚至还和平相处 一起打扑克 事情一出引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李立真被推上了舆论的顶端 各种夸张的新闻标题 如雨后春笋般踊跃而出 一发不可收拾 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丑闻 堪比公斗大戏 精彩万分 跌宕起伏 不久后 发型师马桂灿的太太 也就是李立真的闺蜜 李静婷站出来认错 她表示自己之所以会那么说 是因为老公被抢 心理不愤 处于报复心理 才诬陷李立真的 三人之间并不存在一起打扑克 最耐人寻味的是 李静婷前脚刚说自己诬陷李立真 后脚立马出了一本书 叫真人真事 里面详细描写 以三人为原型 当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一些同居细节 各种猛料 一次又一次颠覆三观 不管马桂灿 李静婷和李立真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恩怨 也不管孰真孰假 孰是孰非 总之这件事过后 李立真的事业受到了重大打击 名声受损 在这时刻就连曾志伟 都忍不住站出来蹭一把热度 称自己不相信 并斥责李静婷 在这之后 李立真很少再和男人传出绯闻 有时间就拍拍戏 带女儿外出游玩 直到2007年 他和旧爱潘元良就情复然 被拍到同框照片 恋情才得以曝光 从2007年开始 李立真就只围绕着潘元良一个人打转 两人纠缠了十年 几度分分合合 最终还是未能修成正果 潘元良娶了等了自己十几年的另一个女人 而李立真落到了无人敢娶的地步 如今的李立真和女儿相依为命 不再有男人环绕在身旁 岁月这把杀猪刀霸当初的风月翘家人 变成了风霜妇女 时光荏苒 风光不在 留下的只有过往的风骚岁月和一地鸡毛